5月1号司机员不加班火车停时 新竹建立站启动应变中心的机制 将在新竹转运站还有客运站 派员进驻协助旅客转程接驳 站前面南北各有就是我们往 竹北新峰还有湖口 然后阳眉苦心中立 这整条线我们都有增加了 五六七六的新竹客运的一个班车 因为疫情期间 原先是有减班 那我们这次就恢复 有四个班车来加强卫民服务 那往南的话 三信桥还有香山 还有竹南苗栗 这个部分也在中正路前 就是有苗栗客运的班车 来做服务 除了公路客运输运旅客之外 民众到高铁会搭乘的台铁六加线 高铁新竹站也在五月一号当天 在火车站前设置临时的接驳点 整点为直达车 半点则是沿着六加线车站到高铁站 台铁新竹站到高铁新竹站 这边我们在六点早上就是五月一日的早上六点到晚上的十一点半 高铁公司提供了就是正点的有个直达车 是两边对开的 那还有在每30分的30分的时候有个普通车 那普通车呢是沿支线的部分 也就是六加支线的这一块 从千甲新庄一直到六加站 这都可以提供给就近的民众来做旅渊 新竹建理站也表示五一廉价新竹地区的公路客运路线正常营运 客运业者也配合家开部分的路线班次来符合民众转成的需求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